北京市卫健委公布 全市有8区陆续出现确诊 等于半个北京直接沦陷 网络视频显示 1万来人全部隔离 为掩盖疫情 中共又创造出新名词 感染了病毒不出确诊 说烟氏子阳性 这个烟氏子是个什么东西呢 另外又有视频显示 继北京新发地市场后 郑州大型农贸市场也关闭了 共产党的品质告诉我们 实际情况远比他们公布的 严重的多 据说这一次他们又要甩锅给三文鱼 如果您对这样的话得感兴趣 请记得订阅一下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川美 我是Gary 这里不卖货 只交朋友 你还好吗 总加速时刚刚发布了 3.7万字的亲自领导 亲自指挥 亲自自我吹捧的抗议白皮书之后 直接被打脸 这次来的有点快 卫健委今早报告时指出 北京市有8个区连续14日以上 无新增本土兵力 分别为平谷区 延庆区等8个区 不过这就意味着另外8区近来有确诊出现 等于半个北京市已经沦陷 就在中共内部还在因为要不要摆地摊互怼的时候 突然传出了惊人的消息 北京市丰台区花香地区的新发地批发市场 新增8名确诊病例 这个新发地市场现有固定摊位2000个左右 定点客户4000余家 占地1680亩 中州市、辽宁省大连市、辽宁省丹东市 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山西省的旅梁市等地 均意要求民众暂物前往北京市 并要求5月30日以后 曾到过北京新发市场等中高危险地区的人 应自行报备 由于北京丰台区已升级为高风险地区 民间陷入了恐慌 许多人纷纷出门抢菜 北京永辉超市内的蔬菜已扫空 货架上空空如也 而市场外的排队人龙也是深不见底 该市民对此感叹 家门口的超市已经被扫空了 只能在网上囤菜了 可是线上平台呢 同样出现部分区域一菜难求的情况 虽然北京市政府称 为了应急已从河北、山东、内蒙古、辽宁等地 这个调蔬菜进京 并采取点对点的方式运送菜货 但官方的说法似乎早已得不到民间的信任 市民仍冒着病毒风险 早早地前往各大超市抢购蔬菜 由于中共的隐瞒和掩盖 不知道又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 网络上也传出了医院的内部消息说 这次北京的疫情比较凶险 防不胜防 他们下了死命令 让哪都不要去 因为一到两周后才会爆发 现在是潜伏期 这次的情况比上次有严重的多 按时间推算 两周以来 去过新发地的人至少有十几万 都是潜在的密切接触者 与这些人接触的人数更多 少说有几十万 接触者可能就在您身边 虽然消息的可靠性还有待证实 但是从中共的一贯隐瞒 撒谎的品质来看 以及他们一系列的动作 比如第一时间派驻武警封锁 还有视频中大量的穿着 全套防护装备的医疗人员进驻检测 还有按照官方的说法 6月13日通报的36例新增病例当中 最早一例是在5月28日就已经进入了新发地了 可想而知疫情的严重程度 为了继续忽悠韭菜们 中共官方为加定义 而突然抛出了烟势子阳性 令大陆媒体都措手不及 这个烟势子阳性是个什么东西呢 北京疫情在新发地爆发以后 北京市当局对新发地从业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 6月13日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同报称 在新发地采集的517件样品中 有45人烟势子阳性 不过报道并未对烟势子阳性进行解释 随后多家路媒刊文解释 烟势子和核酸检测的区别 烟势子阳性是否算确诊病例等 千龙网援引金厨网的一篇报道说 烟势子是核酸检测的很重要的项目 人体感染病毒后 首先会在呼吸道系统中繁殖 因此可以通过检测痰液鼻烟势子中的病毒核酸 来判断人体是否感染病毒 但同一篇报道中又提到 烟势子和核酸检测两者的区别 核酸阳性说明标本中存在病毒核酸 意味着感染者可能具有传染性 该报道之后并未对烟势子检测加以解释 转而对抗体检测进行介绍 似乎烟势子检测与抗体检测又有一定的联系 这是怕韭菜们恐慌拐着弯的忽悠 另外澎湃网的报道说 烟势子即代表核酸检测阳性 也就是说新发地被检测烟势子阳性的45人体内 协带病毒报道却又强调烟势子阳性 不代表病毒确诊病例 中共官方再次玩起了文字游戏 海外华文媒体万维网对此评论说 党媒还对这个心词进行了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 又想瞒天过海 我个人看来烟势子阳性实际上就是感染了病毒 这次的文字游戏玩的实在是不太高明 除了玩文字游戏 他们还继续想甩锅 这次甩给了进口的三文鱼 稍有点生物常识的人都知道 三文鱼属于鱼类是低等的生物 鱼类是用腮呼吸的 这一次的病毒属于肺炎类 真是神奇的甩锅呀 中共我看是没人了 过去中共可谎言暴力对付老百姓那一套 在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面前彻底不灵了 疫情的发展能瞒得住一时 但是只是包不住火的 病毒可不听党的智慧 一个简单的逻辑 当初的疫情那么严重 这个路人走着走着就倒了 全中国的韭菜被关在家里40多天 别管中共的这个媒体怎么忽悠 我们只看他们的行动 记得一位网友曾经说过 全世界有史以来没听说过某些疫情 前两天还几万个 突然从今天就几十个了 这犹如神柱啊 这是开谈做法了吧 说清零就清零啊 看来啊还是有很多清醒的人 中共的话呀谁信谁死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 几天前呢这个北京严禁百地摊 恐怕呀他们早就知道疫情的严重程度 所以呀他们才严厉的打击百地摊 最后呢倒霉的永远是后知后觉的韭菜们 网上还有视频传出 一些小区的扩印器里 不间断的通知当地居民 最近一个月去过北京吗 赶紧到这个军委会通报 您觉得这个事恐怖吗 稍加思考就知道 第二波疫情可能早就出现了 或者是第一波疫情根本就没有结束过 为了所谓的零确诊 抗疫白毕书他们一直在隐瞒 现在到了捂不住的时候了 就在半个北京城都沦陷的时候 总加速师一看事不好直接跑了 上期视频中我还猜想 为什么没事去宁夏考察那个坑呢 现在终于明白了 他比兔子溜得多快 这个时间点踩的可真准啊 他们应该早就知道问题的严重程度 总加速师同志闻声跑路 也没有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 这个逃命要紧啊 我们可以看出 现在内外交困的中共政权 处于崩溃的前夜 近日呢有分析说 疫情造成的失业大潮和经济困境 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总加速师而言 最大的梦魇 就是中共像苏联一样 崩解垮台 日经亚洲评论刊文说 当前中共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失业潮 尽管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有6% 但该数据不包含农村人口 若算上农民工 中共的实际失业率恐怕会超过20% 财新杂志4月刊文说 瘟疫可能导致2.05亿人失业 算下来在中国有7.75亿的劳工中 就有超过25%的失业率 再加上今年8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 面临就业问题 这么庞大的失业大军 执政的共产党必然是提醒吊胆 一些香港的中国观察家们说 有迹象显示 总加速师与李克强在如何挽救经济危机方面 意见不合 李克强512日在中共人大会议上 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打破传统 罕见的没有设定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 也明确表达对失业潮的关切 日本专家对于李克强在人大会议上 不寻常的工作报告解释说 这个总加速师的亲信 希望李克强对于经济展望 发表乐观的陈述 以宣扬在总加速师的领导下 中共取得了所谓的防疫胜利 但负责财经政策的李克强 却在两会结束后 的记者会又透露了中国6亿人的月收入 刚过1000元 后来财新网又做了详细的报道说 人均月收入1090元 所以后来才有了李克强提出的发展地摊经济 于是哈尔滨的摊主们就进了一大批货 可是突然间又不让摆地摊了 这些人一夜之间成了访民 神奇的事情不断的在强国上演 每一件事情的出现都一再的提醒大家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不要再相信中共了 远离中共 拒绝中共 才能远离病毒与灾祸 保住平安 如果您认同我的观点 请记得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好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